10月18日 鸿海集团9月集第三季营收表现 作者 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 分享 留言及追踪 今天鸿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科技日 有不少的网友今天有去参加 并分享给我一些活动的照片 我会在今天影片中把活动的照片也分享给大家 今天鸿海下跌1.5元 这是受到短线课想要利用鸿海科技日炒一次短线 早上在开盘时看到大盘上涨 鸿海表现弱势就先行出场 在出场时鸿海的股价就会显得稍微的弱势 再加上近两天中国因为疫情传出郑州风控 鸿海昨天已经出来说影响不大 但一些外资群似乎不买单 造成了今天代工厂全面的下跌 如果今天仅是短线课让鸿海股价弱势 在大盘大涨158点的情况下 不至于影响到所有的代工厂 所以今天鸿海是受到一些外资群 因为担心中国疫情风控而下跌 今天鸿海科技日加上大盘大涨 外资群竟然让鸿海下跌1.5元 这种外资群算是坏心眼 感觉就是别人挑了好日子 在那半喜事 外资群非得在那乱一下 这也活该那些外资群常常在那赔钱 对中长线投资者来说 虽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在奇蒙子上还是有一点不好 鸿海集团9月营收及第三季营收也都开出来了 我把鸿海集团子公司的9月营收及第三季营收 做一个整理及比较 鸿海第三季营收年增24.4% 子公司第三季营收也是不错 鸿海9月在苹果高阶手机热销下 接下来10月11月12月营收一定也是不错的 外资群如果常常在那因为一些被害妄想症就在那砍股票 赔钱也是刚好的 记得之前外资群就在那一直幻想鸿海缺料营收会大减 不然就是在那幻想疫情会让鸿海营收及获利下降 结果鸿海的营收及获利开出后 去年创十几年来最佳 上半年获利也是创十几年最佳 第三季营收持续创新高 外资群的脸都肿得像猪头了 每天还顶着那猪头在那乱 是想要被打的更肿就是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短线课趁鸿海科技日交易失利 二 鸿海集团9月集第三季营收表现 三 鸿海科技日发表不同电动车车型 新闻说 鸿海科技日今天上午登场 发表二款新电动车以及Model C量产版 在台湾 泰国和美国产能已就绪 期盼有五成以上的零配件比重 可采用MIH开放电动车联盟成员的产品 今天发表Model B跨界修旅电动车 以及Model V全地形电动皮卡 现场同时展示Model C量产款电动车 以及电动车关键零配件 二款新电动车和Model C量产版电动车 将在台湾 泰国和美国三的投产 其中在台湾将与玉龙三一场合作 美国俄亥俄州电动车年产能可到50-60万辆 至于在泰国 预计2023年至2024年展开投产 估2024年达到年产能15-20万辆的制造能力 此外 鸿海集团也与印尼和印度合作伙伴洽谈 在零配件 优先选用MIH开放电动车联盟成员的产品 MIH联盟将于11月8日举行展示日活动 将发表电动车车型计划 他希望Model B、Model V 以及量产版Model C电动车 可采用MIH成员超过五成以上的零组件 量产时程方面 Model C量产款预计明年由客户玉龙旗下纳至结交车 Model B预计2024年量产 预估明年10月18日科技日上展示招商车款 量产版Model C就是快 Model B是美、Model V是利 在中国并没有相关基地 电动车制造基地主要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市场 新的员工以雇用当地人员为主 鸿海布局电动车 主要透过平台整合零配件厂商 希望让零组件厂商品标准化 模组化 借此扩大市场 扩极致世界各地生产 鸿海会与零组件厂商合作 布局重点锁定平台技术 借此降低成本 鸿海在电动车市场目标 到2025年全球市占率达到5% 市场规模取得新台币一兆元的目标 长期希望鸿海在电动车领域能做到集团在资通讯产业的成果 今天电子代工厂全面下跌 因为传出中国郑州风控 很多的散户很搞笑 鸿海9月营收也开给你看了 鸿海也告诉你影响不大 就每天在那内心系很多 前几天短线客短线买了鸿海想趁今天大涨到货 结果一早鸿海股东们都去看鸿海科技日 就他卖了个集末了 一买一卖成交易 短线客把股价卖下去 代表他要便宜的把股票卖人 单纯就是拿钱出来赔而已 一些人在那觉得低买高卖好容易的 我们之前就追过短线客及外资群短线进出情况 每个都是比惨的 就只有散户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可以精准的低买高卖 有的还会说 升息其做多买股票好傻 你才傻 难道你会在FAP升息时离职 然后升息完后才再找工作 现实生活中你就一定不会这样做 为啥进到股市中就觉得这样是理所当然 很多散户一直觉得在股市投资赚不到钱 觉得股市是骗人的 最终赔光了就乖乖回去工作 如果你把在股市这种频繁交易 杀尽杀出的个性用在职场上 你也不可能在工作上赚到钱 在工作职场上 你不会管郑州风控 不会管COVID横线19 也不会管美国对中国大陆寄出半导体制裁 也不会管FAP升息 你就是早上9点上班 晚上6点下班 每个月底到薪水就来了 你工作稳赚就来自于你会一直稳定的去工作 换到投资股票中 要你抱住股票 一付就是要你命式的 一些散户卖了后还在那沾沾自喜 自觉天下无敌 这种菜虫 我是没有看过几个能活超过一两年的 每天在股市中交易 你光手续费 交易税你就付到宝了 股市中每天都会涨跌 外资群只要做一个策略 就是手上有一百万张 你乐观时到给你 你悲观时他就偷买 反正股市会涨会跌 散户就是凭感觉 凭直觉杀尽杀出 外资群 主力 高手就是低接你的股票 然后卖给你 当你完全不买进及卖出时 股价涨跌 没有人有能耐在你身上拿走一毛钱 公司每一季 每一年会持续赚钱 时间到了 股息就直接配到你的户头中 这就和你工作没有两样 唯一的差别是 工作你要每天被老板主管钉 股票只要傻傻的放着 钱自动就流进你的户头 就是这么简单的赚钱方式 大部分的散户都赚不到 还敢到鸿海科技日讨论区或YT直播在纳酸 失败者永远都不知道检讨自己 只会说别人演说好烂 车子好丑 别人年薪几百万 上千万 你每个月赚几万 到底哪来的信心酸 鲁蛇之所以是鲁蛇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些爱酸又爱去看鸿海科技日 有空不如去多送两趟Footpound或UberEat 改善自己的收入 你也买不起电动车或鸿海股票 和别人瞎操心什么意思的 下午还没有看到主力筹码时 我就说短线客想趁鸿海科技日大涨 然后去赚钱 今天卖超名单中的富邦及凯基胡伟就是短线客 两三个交易日下来就是赔了100到200万 一付钱很多的样子 至于大摩及高盛应该就是因为中国疫情管控而减码 鸿海都说影响不大 不过这些外资群理论上就是听不进去 我之前说过 想要在鸿海净值附近出现大跌1.5元这种幅度 一定要有外资大卖近万张这种力道 今天大摩及高盛两家合起来就卖了1.4万张 所以鸿海才会出现股价下跌1.5元的情况 今天代工厂普遍都下跌 在大盘大涨158点情况下 全部的代工厂都下跌 那一定就是因为最近中国疫情管控 昨天我说过了 代工厂在中国都有自己一套的管理方式 很多都是采泡泡式 点对点的上班方式 所以把人都关在工厂中 那不影响生产 在中国的工厂不像台湾这样一小间 员工都住家里 鸿海中国的工厂都是一个镇 里面都有自己自己自足的供应链 只要管控好工厂内部的镇 其实没啥问题的 而且鸿海昨天也提到 郑州管控的地区不包含目前的厂区 外资看到黑影就开枪 他们可能觉得现在股市比较弱势 用筹码印砸就能赢 我只能说 他们真的是天真了 以后就让他们跪着回来买 鸿海集团旗下子公司 已经全数开完9月营收了 有一些子公司是年增 有一些是年减 这些子公司有一些是影响本业 例如亚太电信 不过亚太电信已经准备丢给远传 9月底已经有再开合并会议 理论上今年底 鸿海会把亚太电信丢给远传 然后换一些远传的股票 当换到远传的股票后 远传每年赚到钱会配股息 就会贡献鸿海业外获利 亚太电信就会从本业亏损移除 这是有助于鸿海毛利率 盈利率的提升 有一些子公司是影响净值 例如面板的群创 最近鸿海有退出群创的董事会 但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把持有群创的股票卖出 鸿海持有群创本来就不会影响到本业及业外的获利 单纯就是算尽其他综合损益进而影响净值 之前我有提到鸿海每一季获利 加钱一季的净值不会完全符合 就是因为持有一些金融资产 股票 这一些会因为股市汇率波动而被影响 鸿海持有影响净值的资产 不会像润泰双雄或是金融股那样夸张 偶尔就是会有一到三元之间的净值波动 时间久了后 每年的获利是能和净值增长对得起来的 有一些子公司是影响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 这一项 例如影响比较重大的夏浦 真顶级红准 近一两年天狱因为遇到大缺货 所以躺着转 鸿海今年在年初时就处分天狱一些持股 那时鸿海应该就已经看到缺货的情况好转 一时因为缺货而发大财的公司 理论上是无法提供获利稳定性及持续性 剩下一些影响比较小的子公司营收表现也不错 我们先来看一下鸿海子公司9月营收的情况 鸿海集团旗下中阳光9月营收0.948亿 年增28% GISKY9月营收125.6亿 年增8.43% 汛星 KY9月营收5.4亿 年增78.4% 瑞奇电通9月营收505亿 年增31.4% 华汉9月营收119.3亿 年增30.6% 翻轩9月营收45.91亿 年增63.2% 以胜 KY9月营收14.82亿 年增31.7% 天狱9月营收12.98亿 年减43.3% 真顶 KY9月营收202.7亿 年增31.2% 亚太电信9月营收10.48亿 年减8.85% 有威科9月营收1.08亿 年增38.8% 阳城9月营收1.83亿 年增159.5% 群创9月营收169.7亿 年减42.4% 融创9月营收1.42亿 年减54.9% 京鼎9月营收14.02亿 年增27.8% 震达9月营收2.14亿 年减5.16% 建汉9月营收6.58亿 年增86.4% 洪准9月营收67.6亿 年减45.9% 广宇9月营收24.35亿 年减13.4% 洪海9月营收8223亿 年增40.4% 台阳9月营收4.48亿 年增21.8% 看完洪海集团9月的营收情况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季年增减情况 衰退比较夸张的是群创 天狱 荣创及洪准 其中群创单纯影响净值 和第三季获利就没有什么关系 洪准近几年来 获利也持续的在衰退 近年来 真顶的获利有超过洪准的情况 洪准的衰退是能被真顶给不上的 洪海在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 获利也是有持续的增加 例如建汉 金顶 翻轩 在电动车布局也持续的升温 例如乙胜 洪海在第三季营收年增24.22% 这是不包含业外关联及合资子公司的营收 洪海营收增24.22% 只要毛利率因为台币贬值而提升 那第三季本业获利是会相当的亮眼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洪海集团第三季营收部分 中阳光营收3亿 年减8.54% GIS KY营收355.09亿 年减1.83% 汛星 KY营收16.13亿 年增78.04% 瑞奇电通营收13.43亿 年增27.06% 化汉营收374.22亿 年增59.85% 帆轩营收142.44亿 年增70.18亿 以盛KY营收41.59亿 年增26.07% 天域营收41.92亿 年减37.38% 真顶KY营收500亿 年增20.13% 亚太电营收31.04亿 年减3.36% 有微科营收3.28亿 年增59.22% 阳城营收4.69亿 年增112.22% 群创营收480.1亿 年减48.43% 荣创营收4.33亿 年减52.93% 京鼎营收40.55亿 年增27.44% 正达营收6.67亿 年减1.19% 建汉营收19.03亿 年增108.43% 红准营收177.62亿 年减46.72% 广宇营收67.97亿 年减1.52% 红海营收17463亿 年增24.22% 台阳营收13.01亿 年增29.71% 红海研究院今年首度秀出技术成果 端出半导体 人工智慧 量子计算 离子锦 EV资安验证平台 以及低轨实验卫星等创新研究内容 其中包括太空中心支持的低轨卫星 将作为集团发展电动车生态系的关键布局 红海研究院从2020年成立任务对交3加3集团发展策略目标 进行领先3-7年前瞻研究成为红海打造新产业生态系的重要创新支援 今年科技日红海研究院同步举行HEV前瞻技术发表会 红海研究院执行长李维斌表示 今年透过红海科技日展现研究院五大研究所及一个实验室的创新成果 也是研究院成立将近两年后最全面完整的交流沟通 除希望借由创新、前瞻能量支援红海集团未来发展 也希望邀请大家一起发想未来 今年红海研究院在科技日展出的低轨卫星 由红海研究院新世代通讯所与国立中央大学 创未来科技及国际厂商共同合作 并在太空中心的支持下 将成为台湾业界第一颗实验低轨通讯卫星 此卫星结合大型相为阵列天线波数传送 及上行下行资料传输的全双工通讯设计 支援Q或卡多频段通讯与多模组宽屏通讯系统 将可应用于多种通讯需求场景 展现研究院次系统设计与软硬体垂直整合能力 很多散户一直说红海没有技术 一早我在网路上看红海科技日直播 一些散户就一直在嫌车子外观太丑 介绍车子的主持人也说不好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介绍能力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些鲁蛇们没有自己上过台 每天躲在键盘后面都打字打的一口好演讲能力 当到了下午红海研究所在介绍技术时 那些鲁蛇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很明显他们是听不懂 既然是自己听不懂 平常到底哪来的自信心感去酸红海没有技术 今天红海科技日开头刘董的演说 其实平常你有看红海法说会的人就会很清楚电动车的布局 今天刘董开头用英文演说 主要是要让国外的客户能了解红海电动车 毕竟红海是比二比的商业模式 也就是企业对企业 很多散户不懂红海的商业模式 其实红海就是制造出来不同的电动车模型 让商业客户去卖 红海主要的商业模式就不是直接对消费者 一些散户连这个都搞不懂 目前在Fab升息的期间 很多散户都赔到怀疑人生了 一些散户因为赔了很多钱 现在由做多开始做空 所以启动了悲观模式 到处去酸不同的公司 其实那些散户注定就是一辈子的输家 记得一件事 在股市中大部分赚到钱的人都是透过长期持有公司而来的 那些常常在买来卖去的 很快就会在股市中出局 这道理和你工作差不多 你想要在工作上很有成就 一定要透过长时间在公司才能养成的 如果你一周一个月半年就换一份工作 都是不同的领域的工作 十年二十年后你薪水能多高也是有限 常常在那换工作换来换去你还是半吊子 是想你投资公司如果常常换来换去 我是不幸你对公司能多了解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隔篇 来第一排 摇滚区的观众朋友拿出你的热情 红海三百三百红海 三百红海 摇滚区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